音樂 會創意者平台是因為我之前 就我當兵回來 我就去台北工作 然後就接到一個電話 就是我爸爸生病 然後那時候剛好也是我們 那個果園的產季 對所以我就跟 就台北的公司先辭職 然後我先回來看果園 然後也幫就是順便照顧我爸爸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們在都市交到的朋友或是學到的東西 來看看可不可以幫助我們家果園 所以我就找我的設計師朋友 然後一起來加入這樣 然後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 我們就想說好爸 那我們來成立一個平台 就是自家果園的平台 所以叫做03果園 然後我們當時也見了FB的粉絲專頁 然後Instagram跟Line 然後我們也為03果園做了一個網站這樣子 執行一年半之後 我們覺得那個成效是不錯的 對 因為平常我們家的水果 幾乎都是批給中盤商 對 只有20%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直銷 那在建立這個03果園之後 我們漸漸就是把直銷提到60% 效益是說我們漸漸的把我們A級水果 就是完好的水果 我們可以自己去直銷 對 然後一年半內呢 我們也跟了很多廠商一夜合作 就是像有做果醬的廠商 跟做果乾的廠商 因為批給中盤就是有時候價格就是不確定 對 就是小農往往都是 就是最後一個才知道那個價格是多少 對 也讓那個真的利潤 就回歸到我們自己身上 回歸了之後 然後我們就有比較多的經費去 去就是用比較好的肥料 敢用人力去就是照顧我們的果園 因為爸爸以前都是自己 親力親為去做這個果園 成績頂三果園後 其實我們也建立了一個 我們屬於自己品牌的一個商業模式 我們把它取名為一個 叫共好有興循環的商業模式 好的水果 然後消費者用合理的價格 然後去買這個高品質的水果 然後小農也得到多餘的利潤 然後我們把多餘的利潤再回歸到土地 這樣一個永續循環的一個商業模式 果園是土地嘛 土地就是你要愛它 你要種什麼 它就是你管理的好 它就給你什麼 你管理不好 你欺騙它 不給它吃肥料 不給它好好的經營 它什麼都不給你 第一個當然現在台灣都是用肥料 所謂肥料就是這個永續的肥料 所謂的講的有機肥 那品質的部分 是很相當重要 一月份的時候就要開始檢定的工作 我能讓它生500顆 就是500顆 還要包括蔬果 它開花以後就是500顆 我要把它多餘的全部剃掉 不像以前就是說 大小什麼全部都留下來 我們現在就是要走向日本的模式一樣 把最好的留起來 哪怕是少了沒有關係 把最好的留下來 品質錄好以後 那消費市場自然會吸收 就林山農選它代表的就是說 我們就是希望給消費者 然後用就是合理的價格 然後去買到高品質的 就林山在地的水果 跟各個山頭的小農去合作 讓它不用再受中盤的剝削 然後能照顧土地 然後往永續耕作的入脈 我們就要把水果都給了 就要負責 在最好的地方 然後再燃一下 就要負責 走路地 就要負責 一萬個 一萬個 就會在這裡